OK 我们到码头了 今天又来到了我们之前一直来的一个老码头 他也钓三文鱼 两个downrigger 这个学生 我们之前钓的那个鱼骨头切下来当耳了 下面的地形还是比较厉害 那边的地形比较浅 雪 阶段的和路状态 这个鱼那么远 硬末 烤水 大部 大厨 钓鱼 我们先试一下八十多尺 九十尺左右 先来试一下 已经都设置好了 看看能不能钓到帝王柜 今天海上没有什么船 可能这个地方 舆情不是很好 船都在那边河口 但我们这个笼子都放在这边 所以在这试一下 实在没有鱼 一会儿我们就在那边河口 河口大概二十公里 开过去应该半个小时不到吧 先钓一会在这 没想到我们第一条鱼上了一个鲨鱼 抱拿 肯定要剪线了 肯定要剪线 剪线嘛 嗯 吃太深了 哎呀 这可怜的鲨鱼 这里有个刺 哦 这个刺啊 干脆留着吧 难道怎么弄 留着 留着干啥 留着回家 留着拿回家吃吧 放钱肯定死掉了 两个那么大的钩子 那给它敲了吧 好了 倒霉蛋 嗯 倒霉蛋 有吗 嗯 有没有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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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到那边去了 哦 这是什么 像pink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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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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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翻转 死亡翻转 可以 可以 挺大的 像是 十条抠喉 身上有这种寄生虫 身上有这种寄生虫 对 那个是叫什么 这个好像每条鱼我都看到有 对 哦 是扣好扣 或者它那个尾巴点 只有上半部分有 下半部分没有的 肯定是可以拿的 可以拿的 对 来 动力了 来 动力了 蹲了一个小时了 上鱼了终于 来 动力了 来 动力了 先把它处理一下 这鱼上的太突然了 赶紧在这家里继续 说明这里是有鱼的 OK 继续拖 不太像 走 走了吗 走 不知道是鱼还撞到了后头 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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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我们游呢 诶 小的 这啥玩意呀 pink啊 啥玩意呀 小pink 不用扣上 直接捞就行了 好了 我应该放一点 慢了一路 我就说力道不大 小鱼 像个pink又不知道是啥 是个pink 是个pink吧 咱们几个小时没上鱼了现在 两个小时没上鱼了吧 至少两个小时 对啊 上一次上鱼到现在两个小时了 没有声音了 这个鱼碳上在一百多尺 就是经常能看到这样大片密集的 这个应该是鱼群啊 但不知道什么鱼 刚才我把那个深度放到这里 但是完全没有鱼要勾 所以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突然开始起大浪了 我们放弃钓鱼了 现在过去收下龙蟹龙 也差不多快三点钟了 收完我们往回走 看看今天虾蟹收获如何 还有少年拍 可以好像是 来了 好像没嘛 有有有 还行还行还行 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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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上次要好 这得有个小时个 先放在地板上 一会我先灌完水 不然上次水一冲把它给冲死了 那这一笼应该也不差了 这笼可以的 不少 来了 哇 满满的吗 差不多满满的 差不多满满的 可以 二十只 哇 下一笼 有的 到底是这个叫什么笼 上叶笼 哇 又是二十只 哇 可以 可以 有没有纸的看看 这个有纸 这个是纸 这个是纸 这个也有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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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得放了 放了 OK 我们到家了 刚才GoPro没有电了 所以没有拍我们捞螃蟹的视频 但是今天螃蟹收成也不好 所以拿回来两个 还有一个给我邻居老金了 所以是三只螃蟹 然后虾呢 今天是比较多的 虾大概 我刚数了下 有六七十个 现在煮的了 然后给老金也分别点 现在我们出去杀三蚊鱼 看看我们这条三蚊鱼 相当漂亮 这条比我们上次钓 那两条钓要大一点 这是一条公的 可以看他嘴巴 嘴巴这里有个阴沟嘴 这就是公鱼 这一条呢 是养殖场出来的 所以他这里后面一个小尾鳍被剪掉了 如果是衍生的话 带这个小尾鳍的 我们就不能拿 所以这条鱼 养殖场出来的 我们就可以带回来了 看这里还有这个寄生虫 像种甲壳类的 这个我在好几个三蚊鱼上都看到过 这小蜜蜂都改进去 先把这个鱼鳞刮掉 因为这个鱼还不知道之后要怎么做 有可能鱼皮我们也要吃 所以呢 先把鱼鳞处理一下 这个海里面的三蚊鱼就是很漂亮啊 三蚊鱼进入到河道 开始参乱 它的颜色跟体型就会变化 通常呢 就不会像这么银白色 这种银白的鱼是相当健康的 可以看到这个三蚊鱼的牙齿还挺分离的 它也是一种肉食鱼 所以这个牙齿非常分离 所以这个牙齿非常分离 这个鱼龟的肉 非常漂亮 像西瓜一样 鱼头跟这个鱼鳞 我们可以一起做了之后 先把这里分开 鱼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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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抢命 鱼鳞 鱼鳞 如此 鱼鳞 咱 OK 骗的不是很好 咱们将就将就 看基本上骨头都被我砌掉了 咱把这里一分二 先以大块保存吧 看这肉的质感 真的跟西瓜很像啊 OK 好了 我们鱼都包装好了 标上这个鱼的名字啊 给它个标签 因为我们还有别的三文鱼 这样分清楚了 就可以尝一下不同三文鱼的味道 这些都是肉 太实在了这条鱼 然后这个骨头呢 我们下次抓螃蟹再用 这上面还有好多肉啊 我这个剃的水平真的太差了 我靠 这怎么感觉这么大一块呢 我再把它抠下来一点 哎 算了算了 便宜螃蟹了 给大家看看我们这里面的鱼货啊 这里面全是之前钓的龙盾 这有几个头 这有三四个头 头 然后下面都是鱼片 这里还有个龙盾头 哇 我们有这么多吗 然后这里 都是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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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钓的扁扁 这一个角落下去 满满的都是鱼 这里都整条鱼了 喜欢鱼 老鼠斑 老鼠斑 这老鼠斑都有将近十条左右 十斑有四五条 加上无数的鱼片 突然觉得自己好富有 就算以后不买肉 我们这些鱼都可以吃很久 做完了 今天这个真的是痛风套餐 再来点清酒配一配 三文鱼就先不吃了 三文鱼我们改天再吃 今天这一桌能把虾消灭掉 就已经很可以了 来点小酒 哇 这是你刚才的鱼吗 是的 这个有点夸张 看来这蝦 手掌大了 这样 哦 不好啊 通宝 我懂事 唐宝又错过了 哪里边是这个吧 那个里边又不好 我看到 可是这种渴好吃的 这一只虾有龙虾的感觉了 有龙虾的感觉了 要过来吗 换腰褥整了吧 难以语言形容 嗯 太好吃了 再来个螃蟹 真的是痛风绝配组合 痛风套餐 痛风我们在吃大鱼大肉 你怎么在啃面包呢 真的是不懂得吃好吃的 是不是 只爱啃面包 小样 OK 我要好好吃饭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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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